大家好,我是钓鱼老 我第一次接触海钓的时候是2012年 当时什么都不懂 买了一条5米4的鸡干就跑到了海边 我钓也钓不到鱼 那个时候根本连跑钢都不会跑 就这样懵懵懂懂的玩了超过两年 连一条一斤的鱼都没有钓过上来 2014年认识了一帮海钓的朋友 从那开始跟他们出去玩虫钓鸡钓 从那以后跟他们学到了很多钓鱼的东西 也开始钓上鱼来 一年之后我第一次远征南海游田 第一次钓到人生中超过十斤的深海鱼 这次远海的旅程让我更加迷上了海钓 之后我又出征了一去台海潜滩 第一次抽铁板终于那个感觉真的是太奇迹了 我们一船七个人在福台边连续疯狂的程度 一个晚上收获了七百斤 那是我钓过最疯狂的一次 2017年我正战进海盘海测风条 用一只大螃蟹做饵 钓获了个人目前最大的石板鱼 .» 往后几年我不停的针赚文昌游景 南海游景 东沙群岛 台海 南北渭滩等等 也认识了很多海钓的爱好者 以后还想和你们一起去钓鱼